吃瓜群众请注意 人类目前最高最大的火箭 新建的第二次试飞 很可能会在11月17日 也就是在本周五开启 届时不论成功与否 都会是一个大瓜 你可以一定要去吃哦 那吃瓜之前 咱们需要准备一点什么吗 是要的啊 重点关注呢 我已经帮你给总结了出来 主要有两点啊 一个是在发射台上 另外一个是在火箭身上 咱们先说发射台的啊 有看过4月份那次发射的朋友 一定会注意到 新建的发射台在发射之后呢 几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 就中间那个弹坑的巨大程度来说呢 你告诉我 刚刚在那炸了一个小型核弹 我都是信的啊 这主要得益于 Elon Musk对其发射台 兼顾程度的高估 和对火箭点燃时的 破坏力的低估 结果嘛 不仅是毁了这个号称 要做到完全可重复使用的 D零级 是的啊 在SpaceX那里发射台 就是它的火箭的D零级 还可能直接就砸坏了 几台发动机啊 被破坏的水泥块四处乱飞 指不定就有那几块向上 砸进了发动机的喷管里面嘛 所以第一次试飞的新建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缺胳膊扫腿的 它有的发动机啊 压根就没有启动 那这次呢SpaceX接受了教训了 为了保护其发射台 它们终于是取用了一套水灵系统 它可以有效的吸收 33台猛轻发动机 同时启动时的巨大噪音 对的啊 是噪音而不是热量 因为噪音本质上呢 是一种机械波 破坏力极大的机械波 所以我们希望这次 D零级可以挺住啊 那么第二个看点在哪呢 在这里啦 二三级之间的镂空圆环上 它告诉我们 第二枚四射的新建 将不再采用冷分离 而是热分离了 什么是热分离 什么是冷分离啊 简单来说呢 热分离指的就是啊 在第一级火箭 还没有关机的时候呢 就开始让第二级火箭点火了 所以它们中间的连接环 才需要做到镂空才行嘛 这样就能够让火箭的尾焰 找到出口了 冷分离则指的是 第一级火箭先关机 跟第二级火箭分离之后 第二级火箭上面的发动机 才会点火 好 为什么分个离都这么重要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 火箭燃料的层底 你看火箭的结构啊 两个燃料箱在上面 不管里面装着的是 液氧液氢 还是液氧煤油 或者是液氧甲烷 它们都是通过 位于燃料箱底部的管路 输入到下面的发动机里面的 所以啊 就要求燃料始终 必须要紧贴着 燃料箱的底部才行 否则就抽不到燃料了嘛 这在地面上呢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光靠地心引力 它就是可以做到的了 在火箭的最初的上升阶段呢 也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加速度产生的惯性 也可以把燃料 稳稳的压在底部嘛 但是等到第一级和第二级 需要分离的时候呢 就有大问题了 在第一级关机时呢 火箭会短暂的失去动力 加速状态也就暂时终止了 此时第二级燃料箱里面的燃料 就会在失去加速度的压制之后 开始群磨乱舞起来了 这里有一段 联银九号二级仰箱内部的画面啊 可以看到在发动机关机后的一瞬间 里面的燃料就乱飞了起来 很有可能就会离开燃料箱底部的发动机输送口了 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启动发动机呢 将可能导致管路进气 从而引发故障 这是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为了让燃料重新或者是始终沉到底部 就出现了两种坚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热分离和冷分离 那热冷分离之间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我们先来说热的啊 它的好处就是简单直接 在第一二级传递交接棒的时候呢 火箭始终就没有失去加速度 燃料也就会始终沉底 不用再担心二级发动机会有断气的风险了 缺点呢 就是由于第二级点火的时候 第一级还连在下面嘛 为了防止被烧坏呢 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隔热才行啊 这便增加了火箭的整体重量 还有啊 由于分离时第一级还有推力产生 如果其产生的加速度高过第二级推力 所产生的加速度的话 就会导致两级还贴在一起无法分离 最终呢 偏离轨道任务失败了 而且早期火箭由于两级间的信号 一旦分离就会被切断 所以这个时候 哪怕意识到第一级的加速度过大 也很难再去控制和处理了 那么冷分离呢 它的好处就是分离进度更高 更不容易出现轨道偏移的失误 但是缺点嘛 就是又难又复杂 我把步骤讲给你听 你就能够理解了 首先呢 是一级发动机关机 此时加速度就消失了 如果我们在二级燃料箱里面 装了摄像机的话 就应该看到燃料飘了起来了 接着啊 装在极尖段上的小型推进器 点火工作 开始提供震推力 由于此时的火箭呢 已经位于低重力环境了 所以只需要一点点的加速度 就会使燃料再次沉底 然后第一级上面的爆炸螺栓起爆 同时打开反推火箭 将自己主动推开 与第二级还有极尖段实现分离 现在还剩极尖段连接着第二级了 再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呢 从极尖段上面会弹出几根推杆 用反作用力来实现同第二级的分离 同时还可以避免在过程当中 碰到裸露在外的发动机等零件 比如我们的长征五号的第二级 仰箱和发动机呢 都是悬挂在极尖段里面的 就导致了极尖段的分离形成 超过了7米长 是很怕发生碰撞的嘛 好了 最后一样东西在脱离完成之后呢 就该是点燃二级发动机了 整个冷分离也就到此结束了 你看是不是很复杂嘛 所以啊 它就复杂到了 让第一次星剑是非时 发生了分离故障 于是Elon Musk一拍脑袋 这次咱就不搞那么复杂了 就热分离挺好的 好了 那么剩下的 咱们就看星剑自己的表现了 暂定周五 我们看它这次会不会割啊